然后呢 took a shower, take a shower 就洗一个领域 如果洗个盆域呢 那就把这个shower 换成bath b-a-t-h the take a bath 英国人读中bath 美国人读中bath b-a-t-h就好了 然后再换回到他那个黑西服 然后就天天这么折腾 Elf did this for over two years and his fellow dustman kept his secret 阿尔夫做这个事 就是上面中来回换衣服这个事 怎么样呢 for over two years 大概做了两年多 并且他的垃圾工同事 还帮他保守秘密 很够哥们 也背不住他在 也在帮同事保守秘密 都在瞒着老婆 这个垃圾工同事 注意他用的是fellow dustman 这个fellow这个词特别重要 他表示身份和自己一样的人 你是垃圾工 我也就是垃圾工 垃圾工同事 叫fellow dustman 可以这么说 举一反三的 我的同学 我的演员同事 演员同事 这是在22课会出现的 fellow actors 在未来熟记台词这个书 如果我的同学呢 你是学生 我也是学生 my fellow students 咱们在全校发言可以这么说 fellow students 那么如果说这个同胞呢 我们都是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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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一个国家的人呢 公民 我们的同胞 叫fellow citizens 这个同胞不是一奶同胞 而是同一个国家的公民 fellow citizens 可以这么说 那同样的 我的中国同胞们 my fellow Chinese 我的美国同胞们 my fellow Americans 都可以这么说 fellow Chinese Chinese Chinese单负同行 不能加一次了 fellow Americans 那美国同胞们 都可以这么说 咱们印证一下 看是不是这么用 先看22课里面出现的这个 演员同事 fellow actors 他只不过用的是单数 咱们看110页的14 到第15 110页的14到第15 The jailer looked down eagerly anxious to see if his fellow actor had at last learned his lines 这个狱卒看守 非常急切地在旁边 看热闹旁观 急切地想看一看 他的演员同事 是不是把台词背下来了 演员同事 叫fellow actor 非常漂亮 这个见过之后 我们好翻译 而且我们自己也会用了 咱们再看看第4册的第15课 科学家同行 科学家同事 第4册第15课 工业中的秘密 这么一个片段 这个句子有一定难度 我直接说中文大义就好了 因为呢 任何一种研究 都是秘密的 他自然而然的 就会限制了那些 就是每天忙于从事 这些科学研究的那些人 那么限制他不能够 与他们的科学家同行 同事们进行有效的接触沟通 就effective contact 注意他的科学家同行 叫fellow scientist 你是科学家 我也是科学家 我们是同事 是同行 都可以 好 我们再看看这个 第4册第33课 看到用同一个国家的同胞 怎么说 4册33课有这么一个片段 we would lay less stress on facts and figures and more on a good memory on applied psychology and on the capacity of a man to get along with his fellow citizens 我们将不那么重视事实和数据 而更加重视好的记忆力 更加重视应用心理学 更加重视一个人 与他的同胞融洽相处的能力 同胞叫fellow citizens 同一个国家的人 那美国同胞呢 叫fellow americans 就好了 咱们看一看 欣赏一下 这个小肯尼迪著名的 旧职演说中的一个片段 就是我的美国同胞们 不要问 你的祖国能为你做什么 首先问问 你能为你的祖国做些什么 这个名句 咱们看看当年的 这个录音的片段 看看小肯尼迪 是如何动情的 说出这句话的 把这片段 咱们欣赏一下 这个不愧是名句 话音刚落 掌声响起 台下的观众被打动了 因此我的美国同胞们 不要问 你的祖国能为你做什么 要问一问 你能为你的祖国 做些什么 这个句子 到了《新的概念四册》 咱们还会讲到 咱们再欣赏一遍 同时看一看 能不能把这个搭配 同时把它记住 好 再来一遍 好 这个Fellow呢 加我们名词 是一个重要表达 叫地位跟自己一样的人 本文中表示垃圾公同事 这个意思 如果不强调是 什么身份的同事 就是同事怎么办呢 表示同事表达也非常多 比如说咱们可以用workmate 用college 甚至用名字associate 都可以表示某人的同事 我们分别跟老师大声读一下 心动作那些词 at一般只有在动词中发ate 名词和形容词中一般发it it 而不发ate 再来遍 associate associate 而不读成associate 本文中用这个同事这个词也讲 我们看一个例子 比如说110页的第10行到第11行 110页的第10行到第11行 有这么一句话 他说 One night the jailer decided to play a joke on his colleague to find out if after so many performances he had managed to learn the contents of the letter by heart 有一天晚上呢 这个玉卜决定跟他的同事来开一个玩笑 他的同事叫his colleague 可是用这个词是可以的 好 相关的词汇咱们可以同事记住 再回到剧中 那么这个阿尔福做了这事两年多 他的同事帮他保守秘密 保密叫keep secret 这个简单 然后后面说 Elf's wife has never discovered that she married a dust man and she never will for Elf had just found another job 阿尔福的老婆呢 从来没有发现 他嫁给一个垃圾工 并且他再也不会发现了 因为阿尔福刚刚找到了另外一份工作 咱们先看一下语法成分分析 这个白颜色的颜色区的主干 阿尔福的妻子并没有发现 后面这个Vat引导的 当然是一个宾语丛具了 发现什么呢 他原来嫁给的是一个垃圾工 并且and是并列连词引出第二个并列的句 这个she never will 跟前面这个 Elf has never discovered 这个句子是并列关系 都是主句 那么she never will 代替什么呢 代替she never will discover it 他再也不会发现了 那么跟前面并列 前面这个discover V语动词就被省掉了 为什么呢 后面句谋的for引导的 当然是由连词for引导的 原因状欲从句 反正因为 咱们在第一个就见过 逗号for表示因为补充说明 这个for当连词 表示因为不能放得去手 因为阿尔夫刚刚找到了 另外一份工作 好 这句话中我们看到 怎么翻译呢 阿尔夫的老婆 一直也没有发现 她嫁给的是一个垃圾工 并且她再也不会发现了 因为她找到了另外一份工作 你注意到 她一直也没有发现 用的是has never discovered 并且再也不会发现了 and she never will discover it 那个will和完成时 表达的是中文中 这个副词 这个状语的这个作用 因为在中文中呢 没有实态这么一说 所以他们只好用一些状语 比如他一直也没有发现 永远也不会 未来也不会发现了 但英语中呢 我们用实态就会表明这个含义 所以实态可以表达出中文中 只能用状语来表达的一些意思 这个得注意 你看我们看一个例子 我过去是 现在是 将来也会是你的朋友 在中文中得说 过去是 现在是 将来也会是 在英语中呢 很简单 我们用实态就可以表明 I was am and will meet your friend 在中文中因为没有实态 他只能用一个是 所以只好加状语 在英语中 他这个实态比中文中要灵活一些 他可以表达出中文状语的意思 为什么他老婆不会发现了呢 因为 He will soon be working in an office 他很快就会在一个办公室工作了 当然也不会就是重提了 这个里面出现一个实态 就是将来进行时 will be doing something 这个将来进行时呢 一般不表示将来正在做的事 将来还没有发生 怎么会正在做呢 而是表达一种可预见性 predictable 可预言到这事 几乎一定会发生 跟公司谈好了 下周一加了包上班去了 表达一种可预见性 在未来几乎一定会发生 按照计划中会发生 再看一个例子 Professor Wong will be taking charge of our department next Monday 在下周一 王教授就会接管我们系的工作 就担任我们系的head 或者是dean 我们系的系主任 或者当我们的院长了 这个表达一个可预见性 并不是星期一正在做这个事 而是这个事几乎一定会发生 大家都知道了 都公开了吗 都下了通知了 表达这个意思 而且后面说了 他赚的钱呢 He will be earning only half as much as he used to but he feels that he's rising status is well worth the loss of money 他挣的钱 这还是用一种可预见性 因为公司都谈好了嘛 用的还是将来进行时 他挣的钱呢 将会是以前挣的钱的一半这么多 但是他觉得他地位的提高 完全值得金钱上的损失 这个句子依然比较长 长句咱们还是看一看语法结构的分析 蓝颜色的依然是句的主干 他挣的钱 用将来竟是表达可预见性 都知道公司这个是多少了 那么将会是呢 他原来挣的钱的一半那么多 as much as 第一个s是副词 第二个s呢 是一个廉词 他引导比较壮业从句 as he used to 就是as he used to earn 他以前挣的那么多 第二个s是跟第一个s固定的搭配ss 然后由并列连次but 引出第二个并列句 这个he feels 跟前面he will be 这个句子是并列的 但是他觉得什么呢 那么从nab开始到句末 画横线的协体字的黄颜色的字体 当然是并于从于来 他觉得他在地位方面提高 完全能够值得他在金钱上的损失 这是这句话的语法成本分析 下面咱们看看一些细节 首先他挣的钱将会是原来挣的一半那么多 这个used to刚才说了 后面省掉了一个动词earn 因为有上线文就不用再啰嗦了 以前挣的钱的一半那么多 但是是以前的一半 是以前的两倍三倍 这个倍数的表达是一个四课 第四课里的一个重点 英语中表达倍数 往往有三个方式都行 本文中是第一个方式 a is times s s b a 是 b 的多少倍 只不过本文中的是一半 所以把这 times 换成 half 就好了 是他的一半这么多 中间的 s 什么呢 就看你是什么词了 如果是金钱 只 money 这个不可数名词叫 as much as 如果只像什么什么一样大 比它大几倍 那中间 as big as 就好了 如果这个只长度 as long as 就好了 这看你的搭配 但是注意两倍 咱们一般不说 two times 两倍一般说 tw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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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倍 三倍以上 three times four times就好了 第二个表达呢 用这个结构 a is that the times 还是多少倍 这个 time 还是比较倍数 然后呢 the amount of b a 是 b 数量的这么多倍 那么 the amount 当然就是不可数名词了 如果是可数名词 等于是学生人数呢 用the number of b 用the number代替这个d amount 就公式看懂啊 或者是the size of b a 是 b 大小的这么多倍 the length 长度 the width 或者是 the breast 都表示宽度 或者是the height 表示高度 the value 表示价值 the price 表示价格 是等等等等 of b 是 b 的数量 大小 长度 宽度 高度 价值 或价格的多少倍 都行 第三个表达呢 是 a 比 b 大几倍 多几倍 长几倍 a 还是用倍数 注意加比较急 sada than b 但注意这数量别动错 a 是 b 的三倍 sada 就是 a 比 b 大两倍 这个要减去一 这么说太抽象 咱们举例子吧 他的工资 his salary 是我的三倍 咱们一一来说一说 用第一个表达呢 his salary is three times as much as mine 不能说 me 是 mine 我的工资嘛 是我的工资的三倍这么多 可以这么说 当然这个s呢 是一个连词 但ss这个结构里面 第二个连词 后面的位移动词可以去掉 本来应该是 mine is 我的工资是吗 这个 b 动词 is 可以被去掉了 这个省略 咱们后面会说 那么用第二个表达呢 可以这么说 his salary is three times the amount of mine 因为钱 money 是不可数的 所以在这里用 as much as the amount of mine 因为第三个搭配呢 他的工资比我多两倍 叫 his salary is twice more than mine 比我多嘛 mush 比较几 是more 就好了 比我的多两倍就好了 这是看前数 咱们变化大一些 咱们看尺寸 这个箱子 是那个箱子四倍这么大 咱们一一带进去 第一个怎么说 the box is four times as big as that one 我中全力可叫as that one is 但我们知道这个sf这个结构 第二个连词s后面位于中词可以省略 是这个呢 四倍那么大 那第二个表达呢 就等于用the size 之尺寸嘛 the box is four times the size of that one 是那个四倍那么大 第三种表达呢 比那个大三倍 the box is three times bigger than that one 比那个大三倍就好了 这是英语中 这个表示倍数 几个表达 咱们取一反三的把它记住 甚至在这个课下 可以自己多做几个练习 试试看 但是本分钟说 但是他觉得呀 his rising status 这个rise表示提高了 上升了 但是我们说 在某方面的上升 后面借词注意加in 不要加off rise in status 价格的上升 rise in price 等等等等 一定加in 下降呢 也是加in a decrease in 什么 a decline in 注意加这次in 怎么样 it's well worth the lost money 那么well 这是个程度负词 就是颇为相当的非常 这个意思 就颇为值得呀 金钱上的损失 这个少挣点钱 是值得的 地位提高了 别人更尊敬了 注意这个worth 这个worth用法呢 比较麻烦 这个worth呢 很多字典在词形中有分歧 但是咱们记住 还是把它抗测借词好一些 be words 后面加名词 或者动名词 让借词就好记了 但是注意 这里边这个动名词doing 它没有主动被动变化 不管是主动被动 通通等于doing 即便是被动 不要用be words 然后加being是不行的 后面必须用doing 它即便是被动 也必须用doing这个结构 这个很容易错 还有一个值得 非常容易搞混的 经常一块考的 就是be worthy of something 和be worthy to do something 或to be done 那么worth是借词 worthy是形容词 我们把这两个词分别读一下 第一个是轻辅音 慢慢来 worth 注意土说到 再来面 worth 第二个是主辅音 依然土说到 它声带震动 worthy worthy be worthy of something 或be worthy 我们加动词不定识 那这个动词不定识 主动被动要分加 主动用to do 被动用to be done 就好了 咱们看一个例子 比如说 这个事 这个matter 值得考虑 考虑 用consider 名词是consideration 如果用worth 该怎么说呢 the matter is worth consideration 加名词 如果加动名词 the matter is worth considering 值得考虑 尽管这个事 是被考虑 但不能写成 be is worth being considered 不对 用主动表达被动含义 如果worthy呢 the matter is worthy of consideration is worthy to be considered 对吧 这个事情值得考虑 用第一个worthy 我们叫of加名词 或者用to be加过去分词 就好了 咱们看一个改错 这是一个学生 在作文中写的句子 应该说是学生 英语水平不错 表达词法用的不错 the day 那一天 哪天加定义总局 when Beijing won the ride to host 2008 Olympic Games 北京赢得2008年 奥林匹克运动会 主办拳的那一天 怎么样呢 is worth being celebrated 值得被庆祝 看似逻辑对 值得是被庆祝啊 但他用的是 just worth 后面动名词用了被动 这立刻就错了 咱们怎么改呢 两种改法 第一种我们依然用 借词worth需要改成 is worth celebration 或者is worth celebrating 后面加名词 或者动名词的主动 都可以 第二种说法呢 用形容词worthy 怎么改呢 相信大家都会了 is worthy of celebration is worthy to be celebrated 用of后面加名词 或者to be加过去分词 这都可以 这个值得表达特别容易错 没有办法 语言习惯 咱们把它牢牢记住就好了 好 再回到文章中 后面说 from now on he will wear a suit all day and others will call him Mr. Blox not elf from now on 表示从今往后 从现在开始 以后都怎么样 这on表示继续下去 从现在一直往后 这感觉 有个英文歌叫 from now on 他就从现在开始嘛 就这样 he will wear a suit all day 就是一整天都会穿着这个 这个黑袭装 不用折腾了 也不用洗淋浴了 并且 其他人 will call him 讲了 call a b 把a称之为b 就是复习 把它叫做布洛格斯先生 而不是阿尔夫 如果refer to呢 will refer to him as Mr. Blox 如果address呢 will address him as Mr. Blox 如果用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呢will know him as Mr. Blox 但是我们跟另外一个搭配 要区分一下 就call somebody names 这个不能说 叫某人的名字了 这个得翻译成 辱骂 谩骂 这个names不是名字 而是指那些 four letter words 那些四个字母 组成的 骂人的话 具体是哪些词 我就不说了 大家都知道 很多脏字 英语中是四个字母 拼成的 就是骂 辱骂 骂骂骂某人 我们看例子 两个小孩打架 这个说 Stop calling my father names 不能翻译成 别叫我爸爸名字了 叫爸爸名字没事吧 怎么翻译呢 不许骂我爸爸了 Stop calling my father names 注意 一定有附属 辱骂骂骂 跟这个 把A称为是B 咱们区分一下 好 毕斯科讲了一个 非常有趣的现象 并且举了一个例子 来佐证 这是个现象解释性的文章 那么里面出现一些非常精彩的一些表达 还有一些重要剧情 以及重要的一些语法点 咱们把它好好复习 为了给我们后面的长文章做好铺垫 打好基础 第四课我们跟老师就学习到这儿 但是我们是一样的 这个词 也不可以在学习